湖南淮化新晃洞族自治县在早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查获16年前命案线索,并于近日在新晃一中校园操场内挖出一具骸骨,学校操场埋尸连日来引起广泛关注。 6月21号,记者在新晃一中内看到,由于该校有多个操场,学生上课和课间活动并未受到影响。 在位于学校后山挖出骸骨的操场内,由警方人员职守并拉起了警戒线,用黑色隔离网遮挡了近四分之一个操场的面积。 隔离网内被挖开了一个数米深的坑洞,三台带作业的挖掘机停放在现场。 记者了解到,2019年4月中旬,新晃公安机关查获杜某涉黑色恶团伙并向社会公开征集线索。 在彻查杜某团伙违法犯罪事实过程中,警方发现,其与16年前新晃一中职工邓某失踪案可能有关联,遂定案调查。 经审讯相关人员,有两人分别供述邓某已被杜某杀害,并协助其遗失至新晃一中操场埋尸的事实。 新晃官方6月20日晚对外披露,杜某交代其于2003年1月将邓某杀害,埋尸于新晃一中操场内。 一名曾在该校工作的人士向记者透露,学校操场修建前,曾是一片山坡,埋葬了一些坟墓,但海骨被挖出时,身上系普通变装,与正常下葬所穿兽衣明显不同。 为了确定挖出海骨的身份,6月21日,公安机关已经提取了邓某亲属的血液标本正与遗骸物样本进行DNA比对,当地官方将对杜某背后的关系网和保护伞进行深挖,目前已有初步进展。 记者6月22日再次前往新晃一中极周边,试图采访学生和民众了解相关情况,均被婉拒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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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订阅 enhance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geht门 这需要拍摄当的 estos опыт预 package, jó配就通知有 honey Θ套 meisten 因为憂幕会上发 说明 thighs